第120圈圣火接力 由县运选手徐芳成同学率领学校七位运动健将 手持圣火在操场上以接力的方式奔跑 接力赛已来到第120圈 再通过终点线的那一刹那赢得在场的欢呼 随后徐同学将圣火交棒到校长手中 象征东大富小一建校第120周年 这也是历史性的一刻 其实我们富小大概从1895年 从清朝就从在台东直立州设立到易学 到日治时代的国语传习所 台东工学校以及台东保国民学校等等 光复后我们配合师范学院政策 我们改立为台湾省立台东师范学校 毕竟数次的改立 我们今天改为现在的国立台东大学 附设实验国民小学 我今天真的太高兴了 65年前从出这个校门就没有回来过 刚好今年就是65年了 我只在这边出校英昌荣 学弟学妹 学业猛进 进步 谢谢大家 校庆活动上每个年级轮番上阵表演 展现包括运动风 彩虹风 公主风 童话风等舞蹈 趣味十足 卖力演出 最后全校合唱校歌 目送校齐缓缓升向空中 期盼这面校齐还要再飘扬下一个第120年 为了庆祝创校120周年活动 学校老师与孩子们都努力筹备 先前也举办向园游会 篮球比赛等活动 也都受到家长们的支持 未来东大富小会将学校愿景发扬光大 再迈向下一个双甲子年 东台新闻 温格 采访报导